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先把法线画出来 因为上面是空气会比较快 下面是水会比较慢 到了比较慢的介质它会偏向法线 这里也会偏向法线 所以这个距离叫做x 这个x它一定会比3还要大 但是它一定会小于10 所以这个x的答案它必须要大于3 小于10 这是我们的第29题